老太太每天都用牛奶泡澡 然后把洗澡水放给穷人喝 穷人们还为了争强打了起来 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物 为了拥抱青春 她每天吸食年轻少女的精气 还要吃动物的内脏 她有一面神奇的魔镜 她每天都要问一遍 哦 魔镜 魔镜 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魔镜之前都回答是她 可这天却说 有人将会取代你 十几年前 王后戴下一个美丽的公主 因为纯红齿白 发如黑夜 所以被叫做白夜 黑白雪公主 没过两年 王后就患病去世了 就在国王和女儿悲痛一绝时 一支神秘黑色军队进攻王国 国王御驾亲征 所向披靡 却在班师回朝时 抓到一名女俘虏 正是那个女巫 国王被她的美貌吸引 没过两天 就让她做了新王后 新婚之夜 新王后用药独捣国王 然后一刀了结了她 之后女巫大开城门 与黑色军队礼应外合 屠杀了整座王国的子民 而她也成了新一代的女王 光明与希望开始凋零 黑暗与腐败笼罗罩着王国 白雪公主被囚禁在城堡的高塔之上 几年后出落的美艳动人 这一天王后又问魔镜 魔镜却说最美的人是白雪公主 女巫气齐了 魔镜说只要吃掉白雪公主的心脏 王后就能长生不老 青春永驻 女巫命令弟弟将白雪公主抓来 可弟弟迷恋白雪的容貌 被她用铁钉刺伤 白雪通过下水道逃出高塔 为了活下去 白雪公主逃进了黑森林里 追逼们全都不敢追进去 白雪继续往里走 看到的是诡异的怪物和黑魔法 吓得晕倒在地 后妈气急败坏 找到了从小在黑森林里 摸爬滚打的猎人 可猎人并不埋他的伤 后妈只好承诺 事成之后就用黑魔法 复活他的王妻 于是猎人带着女巫的弟弟 轻松地抓住了白雪公主 可他却从弟弟口中得知 女巫根本没有让妻子 起死回生的能力 愤怒的猎人干掉这身爪牙 带着白雪一路逃亡 他们决定投靠白雪儿时的伙伴 王子 一路上除了追兵 还有怪兽的夹击 就在他们准备接受 被吃掉的命运时 没想到凶猛的怪兽 也变成了温顺的小绵羊 原来动物也贪恋美色呀 两人逃到一个村子 可他们发现这里没有男人 而女人们也为了不被后妈抓去 吸食精气 全都自毁容貌 晚上追兵赶来 火光蔓延了整座村庄 猎人连忙救走白雪 来到一座森林 还没喘口气 就中了七个小矮人的埋伏 矮人们本想打劫钱财 可得知白雪是前任公主后 矮人带他们进入一片机灵王国 子民们在女巫的压榨下苦不堪言 而白雪自带的治疗天赋 让他们看到新的希望 他们决定追随白雪 反抗女巫 就在这时 王后的弟弟率领追兵杀到 异常大战 弟弟最终被猎人杀死 儿时的玩伴王子 也和白雪成功会合 王子顺势递给白雪一个毒品果 白雪咬了一口后 立马倒在地上 原来王子是后马假扮的 但他的容颜已经衰老 正要挖走白雪的心脏时 猎人和真王子赶到 他们把女巫打成重伤 女巫瞬间变回乌鸦 逃回了城堡 然而白雪还是中毒身亡 王子把她带回城堡 准备安葬 猎人依依不舍地走到她的面前 接着来了个深情的吻别 没想到猎人刚走 白雪就复活了 穿上盔甲 白雪带领部众杀回王城 这里可是白雪从小长大的地方 好让小矮人秘密潜入下水道 然后利用身高的优势钻进城墙 偷偷打开城门后 军队立马冲杀进去 计划果然成功 城堡很快被白雪攻克 他们来到女巫的面前 可女巫早就吸取了能量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头顶的天花板就吓起了刀子 接着要聚集成怪物的形态 攻击他们 白雪上前单挑女巫 可没几下就被抓住 女巫让她亲眼看着同伴死去 千军一发之际 白雪想起了猎人教她的技能 看着要害一刀接过了女巫 女巫再次变得衰老 而后白雪戴上王冠成为真正的女王 享受此名拥戴万民景雅 这部电影一反往常的设定 是猎人救了公主 拿来下饭也还行